在犹大书中 犹大指出 那些滥用神恩典放纵情欲的人 必定要受审判 因为他们不认独一的主宰和我们的主耶稣 他从圣经中引证神公义审判的可怕实况 他引出埃及的世代为鉴 他们因不幸而灭绝 最后他形容神的审判 临到犯淫行的索多玛、俄摩拉 以此为个人行为惹动神怒气的警戒 犹大警告读者 混进他们中间的假教师 也同样是污秽身体轻慢组织的 犹大把他们比作就约的几个关键的人物 这些人物都违背神的道路 有假教师在当中信徒不应该觉得诧异 因为众使徒已经都预言了 在末后的日子一定会有这样的事 他们必须付出最大的专注力 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犹大劝勉他们要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当有一些人心存疑惑 被罪恶所困 这样的人教会要怜悯的对待 有些人要从火中抢救出来 他们要追求圣洁 而在书信结尾的部分 犹大以饱满的信心和颂赞 将他们交托那 能保守你们不失脚 叫你们无瑕无辞 欢欢喜喜 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 独一的神 愿荣耀 威严 能力 权柄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 从万古 以前 并现今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